柳氏千金大小姐提分手时 我哭红了眼 她烦躁你没 就这么爱我 然后打给我一千万的散伙费 我捂着嘴 伤心跑开 人人都以为我爱惨了她 是个深情舔狗 直到那天 我的微博账号不小心曝光 冷淡的鱼 男哄的驴 妈的 烦死这个傻逼了 终于分手了 嘻嘻 柳如烟面无表情捏碎酒杯 发来消息 我再给你一个千万 千万别让我逮到你 正文开始 恋爱三周 柳如烟发消息提分手 不死心的我跑来质问 包厢里 光线昏暗 当着她姐妹的面 我死死咬住唇 声音染上哭腔 老婆 真要分吗 柳如烟靠在沙发上 只坚然着香烟 嗯 分吧 她姿态懒散 语气冷淡 不要 我哪做错了你说 我改 卑微的我哭得像条狗 心痛到喘不过气 沉默几秒 柳如烟拧着眉 嗯 灭烟 对上我通红的眼 牟底涌出几分烦躁和无措 就这么爱我 我泪汪汪点头 超爱你的 老婆 她眉头皱得更深了 薄唇抿成直线 片刻后 我的银行卡上 多了一千万的散伙费 柳如烟别开脸 残忍地打发我滚 这是补偿 忘了我吧 一瞬间 我小脸煞白 单薄的身体摇摇欲坠 好 那就如你所愿 泪珠滚落 我捂着嘴 在众人怜悯的目光下 转身飞快跑开 身后 有人忍不住出声 燕姐 你拿钱了断 对她来说是 赤裸裸地羞辱 她也挺可怜的 看上去快要碎掉了 那我现在去把钱要回来 柳如烟迟疑的声音 模糊传来 我跑得更快了 晚风寒凉 大街上冷清一片 我蹲在路灯下 面容忧郁 眼睛还湿润着 系统挠头安慰 宝 别太难过 至少任务完成了 我垂下眼 摸了摸手背上的伤口 这是前几天给柳如烟送早餐时 不小心跌倒划伤的 表面已经截了一层浅浅的薄夹 你也觉得我快碎掉了 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系统 啥 有种唐三藏背造黄瑶的无力感 系统错愕 有点崩溃 你是演的 怎么样 能拿个金奖影帝了吧 我站起身 慢悠悠伸了个懒腰 猝死后 我被恋爱系统绑定带到这里 系统表示 只有成功攻略一个优质极品女人 和她维持至少三周的情侣关系 才能奖励我小命一条 回到原世界 她替我锁定好了目标 柳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柳如烟 人美钱多 性子凉薄 棘手成度五颗星 我攻略了好几个月 死缠烂打 深情款款 连系统 都以为我真的动心 爱惨了对方 可柳如烟始终不为所动 后来不知怎点 她突然又答应和我在一起 只是依旧冷漠得很 连小手都不给签 全靠我主动舔的她 维持关系 不过这都不重要 我微笑着掏出手机 看账户余额 童子 我能把钱带走吗 不愧是集团继承人 出手就是阔绰大方 不能 好好好 又哭又闹大半天 白干 提交任务后 系统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上船 既然不能带钱走 我干脆在离开之前使劲挥霍 开跑车 住豪华大平层 商场扫货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奢靡无度 只醉金迷 这晚 精心装扮的 我来酒吧蹦迪 从洗手间出来 好巧不巧碰到了柳如烟的朋友 记不打 来找烟姐的 没没没 我俩已经没关系了 我摆摆手 准备溜 怪让人心疼的 今天她的竹马回国 开了街风轰怕 我带你进去吧 她颇为怜悯的叹气 一副别嘴硬网 我就知道 你放不下她的了然模样 然后拽着拼命拒绝的我 进了一间VIP包厢 房间里 一身金贵气度的柳如烟 本着脸看过来 她身边坐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 你就是烟姐姐的前男友吧 死舔狗 活该被甩 你根本配不上她 以后不准再缠着燕姐姐 一腾成狠狠弯了我一眼 语气跟脆了毒似的 是是是 你配 就你配 生乎枯燥无味 蛤蟆跳出来点评人类 任务完成 我懒得再装乖 管她柳如烟欢不欢迎 我诗诗然落座 翘着二郎腿 给自己倒了杯酒 一腾成气得够呛 捂着心口 做事快要昏倒的模样 燕姐姐 她骂我 柳如烟脸色微沉 突然站起来 挤博答 那架势看上去 是要替一腾成出头 一腾成等着 却不见柳如烟过来扶她 就想去抱她的胳膊 燕姐姐 还没碰到 柳如烟呼得又坐下 盯着我 面容舒淡 平静地吐出一句 你太过分了 我 就这 气氛很僵 有人出声打圆场 都是朋友 来来来 喝酒 阿诚你别惹她 她也是伤心过头了 明明是她先欺负人家的 一腾成泪水连连 倒打一耙 我实在觉得 她蠢得可爱 可怜 可叹 跟你说话 属实是浪费时间 有这功夫 我还不如多刷回微博 装傻可以 但别装太傻 你像个记忆错乱 小脑萎缩的癫男人 一腾成气得差点昏倒 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伤心欲绝 以致情绪不稳定 纷纷劝她 别跟我计较 乱糟糟一团中 我眼间 撇到柳如烟似乎弯了弯唇 嗯 她笑什么 哦 肯定是气笑了 一腾成稍稍冷静 突然眼睛低溜溜一转 露出个恶意的讽笑 你玩微博啊 不知道账号里 都记录了些什么 舔狗的日常骂 不介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我神情危将 想含糊过去 我只冲浪吃瓜 一腾成见我不愿意 更加不依不饶 想借此来羞辱我 刚搞到你的号码 她冷横 得意地晃了晃手机 打开软件 输入手机号搜索 一气呵成 我脸色疏地惨白 来不及阻止 只能眼睁睁看着 见面跳转到用户 披着凉皮的 狼的个人主页 大概是我的神情 太过难看紧张 柳如烟皱起霉 声音冷了下来 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 别看了 关掉 她还算有点良心 对我这个卑微的 神情舔狗 心怀愧疚 竟然会护着我 一腾成存心让我难堪 非但不关 反而兴致勃勃地投评 让大家一起看 待不下去了 我匆匆起身 夺门而出 先回去了 家里的蚊子饿一天了 他们都以为 我休饭而逃 殊不知 那里没一条一条记录的 都是我对柳如烟的嫌弃和吐槽 再不跑 我就完了 我走后不久 众人看着大屏幕 沉默不语 什么前进大小见 我还公主奶奶 瞧把您给高贵的 发早安不回 好好好 不怪柳如烟 怪我 怪我女朋友太少了 冷淡的鱼 男哄的驴 妈的 烦死这个不理人的傻逼了 终于分手了 一千万到账 谢谢 一片死忌中 柳如烟下额紧绷 面无表情捏碎了手中的酒杯 然后拎起外套 起身往外走 燕姐 你去啦 抓人 她笑得如沐春风 手机被狂轰乱炸 叮咚作响 回到豪华大平层 我颤着手点开 柳如烟在打了无数个电话 未果后 发来消息 我再给你一个千万 千万别让我逮到你 光看着 我都能想象到她打字时的咬牙切齿 系统上线 担忧到 她很快 就能找过来 怕什么 反正我马上要离开了 我裹着毛毯 往沙发上随意一躺 又问她 这么久了 任务还没提交成功吗 系统一拍脑门 说去查看 几分钟后 她连滚带爬回来 知无这说 出事了 网络卡顿 导致任务提交失败 啊哈哈 你看这事整的 只能麻烦你再来一次了 系统干笑 心虚到声音发飘 我眼前一黑 差点晕倒 刚得罪了柳如烟 我怎么再来一次 死了算了 正抓狂崩溃着 门突然被敲响 吓得我心脏猛的一抖 这么快找来了 门外 柳如烟俊美的脸 阴云密布 她极力隐忍着 低沉寒烈的声音 一字一顿缓慢响起 几波打 滚出来 系统抖着手点了根烟 宝 要不你先跳窗逃吧 不怕 运气好能摔个半残 就不该不知死活捞那一千万 这下完蛋了 我浑身发软 颤着声线 绝望一笑 哈哈无所谓 我是逃死刑人格 有本事她弄死我吧 不怪我选择放弃挣扎 柳如烟这人 看着平时漫不经心 没什么情绪 实在牙子必报 既愁又很绝 几分钟后 门被保镖破开 灰尘四起 柳如烟缓步走了进来 贪坐在地上的我 求生欲望忽然强烈 童子 有没有紧急避险服务啊 我的人格可能出问题了 那头儿没动静 系统火急火了下线跑了 关键时刻装死是吧 我冷汗直冒 气得牙跟痒 柳如烟阴沉的脸 从烟尘里缓缓清晰 不是说 别让我逮到你吗 锐利英智的眼神落在身上 带着十足的杀意 算了 硬着头皮糊弄过去吧 我横下心 拧了把大腿 眼圈漠然红了 老婆 你没发现 我那些不过是强颜欢笑吗 我不过是嘴硬而已 这段时间 我多爱你你 难道不清楚吗 难道我就不能稍微有点自尊 背着你说点硬气话 柳如烟面无表情掀起眼皮 哦 是吗 我梗着脖子 眼泪湿湿滑落 微微侧过脸 单薄的身体 哭得一颤一颤的 像一朵倔强的小白花 跟你分手后 我只能靠骂你 宣泄内心的崩溃 我得到的 只是没有感情 没有温度的金钱 失去的却是热乎乎的你 如果可以选择 我宁愿不要一千万 也要跟你在一起 柳如烟挑眉 不要一千万 嗯 只要我 嗯 我点头如捣算 悠悠抬起小路时的眸子 目光真诚又充满期待 完了 我陷入了更深的崩溃 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我上哪区凑这个一千万 就算把豪华大平层卖了 也凑不起那些钱 直到柳如烟酷酷地离开 我才恍恍惚惚收回神 勉强琢磨出另外一层意思 童子 他的意思难道是 是不是 系统 朝我竖起大拇指 高啊 宿主 不愧是你 柳如烟居然同意跟你复合了 我喜笑颜开 一屁股从地上蹦起来 立马进入状态 激动万分地拿起手机 给柳如烟发信息 老婆 你这是愿意和我复合了 柳如烟的信息很快回复 谁说 要复合了 我再给你一次追我的机会 完了 这下真的要重来一遍了 我又回到了 给柳如烟当卑微舔狗的那段日子 不过还好 之前有经验了 再当一次 我驾轻就输 不会像最开始那时候 买早点给柳如烟吃 结果他吃了过敏 给病中的柳如烟 送亲手包的汤 结果郡子有毒 他病得更厉害了 就连他 出院我送他的礼物 围巾 也是他最不喜欢的颜色 我记得那时候刚洗完胃的柳如烟 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皱着没看我 你到底是在追我 还是在杀我 还是说我不答应 你就弄死我 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那时候柳如烟的姐妹都说 柳如烟怕是要折在我手上了 字面意义上的折 早上六点 我拎着柳如烟最喜欢吃的那家早点 敲响了柳如烟家的门 以前我为了卖菜 总是一早六点就等在门口 柳如烟起床看到我 拧着没有些烦躁 几波答 你来这么早 是来睡觉的吗 我微红着脸 笑得温柔羞涩 那是最终目的 但是现在 我希望你起床的第一眼 就看到的是我 柳如烟当时看我的眼神 像看傻子 妈呀 不敢想象这么恶心的剧情 我还要走一遍 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后 柳如烟的声音 从智能门锁的麦克风里传出来 自己输密码进来 我有点惊讶 密码看起来像谁的生日 但我记得柳如烟是98年的 生日在冬天 柳如烟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因为困顿而微红的眼尾上条 以后自己进来 我立马做出热泪银矿的模样 还柔声细语地关心她 老婆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她眼神落在我手里的早点 纤长的睫毛头下一层阴影 为了吃早饭 算吗 我懂了 是为了折磨我 柳如烟慢条斯理吃完早饭 又让我替她去买城东 另一家的水晶虾脚 我拿起手机要点外卖 柳如烟是你追我 还是外卖小哥追我 行我去买 等我吭哧吭哧 提着水晶虾脚回来 亲手在餐桌上摆好 拖出椅子 朝她挤出一个温婉的笑容 老婆快来吃嘛 柳如烟连屁股都没坐下 只看了一眼 饺子逼沾了 我蹬着自行车 来回跑了三里路 她一口都没吃 她明明就是故意的 我气得嘴唇打哆嗦 恨不得把她包成饺子给吃了 但我不得不忍气吞声 老婆 你想吃什么 人家以后每天给你做 于是 中午我给她做了糖醋小排 晚上又给她做了几样特色小菜 还贴心地帮她整理好房间 像我这般任劳任怨 她就算铁石心肠 也得融化一点吧 我搓着小手 甜腻腻地问 老婆 今天觉得怎么样 等着她夸我 可她只是斜了我一眼 悠哉悠哉地继续吃饭 活干完了就走 还要我送你 但我仍然从她紧敏的唇线中 看到一点弯起来的弧度 她果然在耍我 讥讽我 嘲笑我 有人被爱 有人像路边的野狗被踹了又踹 离开她的别墅时 天已经黑了 我看草坪旁的小狮子不顺眼 一边踢一边骂 老婆老婆 我问候你八倍祖宗 要不是 为了回到原来的世界 谁愿意跟狗似地伺候你 呜呜呜 好像我爸妈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觉得后面有道视线一直盯着我 我默然回头 别墅二楼虽然开着灯 但窗边并没有人 也对 柳如烟这时候 正美滋滋想用我做的大餐呢 总不会心血来潮跑到阳台上 目送我离开 我累得双眼发指 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到家了 临睡前咬牙切齿地给柳如烟发过去 今天也是爱老婆的一天呢 把手机一扔就睡过去了 第二天在不到六点的闹钟里醒来 我又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朋友们 你们有为谁拼过命吗 我上班挣钱都没这么拼过 柳如烟穿着一身黑丝薄纱睡衣 看起来金鱼又高了 但看我的眼神 好像跟平时不一样了 甚至还主动打招呼 来了 我扯起灿烂的笑容 又是能跟老婆在一起的美好的一天呢 她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说不清是个什么表情 接下来一段日子 她破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伺候 千斤大小节的范儿 拿捏得足足的 但她泛神经的频率越来越高 我表现得越温柔 她就越暴躁 我越用甜言蜜语哄她 她越嗤之以鼻 我也纳闷 她以前不是最吃这一套吗 最近这是怎么了 我拽上她的胳膊 一声一声地喊 老婆 理理人家吗 别乱喊 她语气有些不悦 闷闷不乐地走去阳台 点了根烟 又过了几天 柳如烟突然提出 让我作为男伴 跟她一起出席晚宴 看来私下折磨还不够 还要让我被当众折磨 也对 毕竟我让她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了脸 她肯定要找回面子的 夜幕沉沉 滑灯出上 宴会大厅里 名流贵胄云集 人群里的伊藤城 端着酒杯 笑容灿烂 她风度翩翩的姿态 在撇到在餐桌前正吃得欢快的我时 猛的碎脸 虚伪的男人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谁允许你进来的 伊藤城表情猙獰冲了过来 吓得我一口布丁卡喉咙里 差点没被噎死 感谢你为我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几分怒火 好不容易缓过来 我微笑着凑近她耳畔 悄悄告诉你 我和你燕姐姐和好了 她超爱哦 这不可能 伊藤城难以置信 煞白着脸破防了 你这个人耍她玩 骗她钱 我不允许你们复合 你快滚 滚呐 刺耳的男生钻进耳膜 我冲耳不闻 端起一盘慕斯蛋糕 悠哉悠哉吃了起来 对于你宝贵的意见 我只想说 就不 我站在这 就是一根给你和世界的终止 伊藤城胸脯剧烈起伏 气得要昏厥过去 正要面色扭曲对我动手 呼得瞬间换了副嘴脸 哥哥 求你别骂我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声音带着哭腔 显得格外无害柔怜 我呕了一声 弟弟 你开的玩笑 还没你长得好笑 耳边一声轻笑响起 柳如烟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身后 伊藤城眼里含着泪花 指着我委屈控诉 烟姐姐 这个人偷溜进晚宴 她还骂我 指甲差点戳我脸上 柳如烟眼神 凉凉地扫过我 似笑非笑地反问 复合了 我超爱 她有点生气 我感觉到了 是因为让伊藤城误会了 我稳住语调 挤出个笑容摇头 没没没 是我超爱的 跟你分开的我 像里水的鱼 冰死的驴 微博上那些话 其实我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再次 引起老婆的注意 我费尽心机的 欲擒故纵罢了 把自己摆在一个 单向的舔狗位置 故意大声 把这些话说出来 当着众人的面 还她面子 果然柳如烟面色 竖然转好 我心间一暗 之前能攻略成功 估计也是伊藤城不在 柳如烟随便玩玩的缘故 现在估计是难了 我又开始发愁 伊藤城忽然奇怪出声 燕姐姐今天怎么戴的 蓝色的围巾 什么牌子 燕姐姐不是最讨厌 这个色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柳如烟面色 竟然有几分不自然 她别过脸 唇线绷直 昨天喜欢的 今天不一定喜欢 昨天讨厌的 今天说不定喜欢 我眨把眨把眼 这话听着挺绕啊 伊藤城的脸血色尽湿 燕姐姐 我就知道你 还在因为当年 我不告而别 出国而生气 她难以忍受 女人的冷淡态度 落寞地跑开 我以为柳如烟会追上去 她却只是沉着眸子看我 几博答 你嘴挺溜的 莫名其妙 不是 你这下吵得 也能算到我头上来 晚宴结束 回去的路上 车厢寂静 柳如烟扭头 看着窗外沉默不语 我刚想说点骚话 目光忽然落在那条围巾上 刚才只顾着 跟伊藤城斗气 没有仔细看 那不是我送的那条围巾吗 地摊买的 19块9两条 一路上 我们没有再说话 送我到家时 柳如烟咳了一声 突然到 蓝色其实也挺好看的 对吧 我噎了一下 突然有点无所适从 但还是敷衍着点头 是是是 老婆说的都对 柳如烟捧着脸 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扯扯唇角 把我赶下车 突然觉得好烦 我知道柳如烟喜欢伊藤城 他一回来就要和我分手 宴会上带着我 也不过是 想让伊藤城生气 我和伊藤城争吵就沉了脸 我都知道啊 要不换个攻略对象 正烦着 好久没动静的系统 忽然又喘气出声了 宝 想换攻略对象了 这个确实是我的锅 我帮你申请下 一般都能通过的 能换攻略对象 怎么不早说 文言我喜极而泣 都顾不得骂他了 终于能摆脱那个混蛋了 一时激动 我忍不住又在微博上 大放厥词 笑死 傻逼才复合 各不伺候了 两分钟后 下面有了一条评论 黑色头像 回复很短 就一个问号 我心里一个灯 手机果然 立马响了起来 柳如烟的声音 低沉寒烈 现在 过来 不过来 怕过来 忍不住把你的头打爆 我没开眼笑 挂了电话 然后关机 准备连夜跑 结果五分钟后 系统底气不足 支支吾吾憋出几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遇到了意外 换不了攻略对象 我好你的系统大眼 系统安慰 宝啊 你再去骗会 好歹毒的系统 死了算了 我苍白着脸 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 哆哆嗦嗦又打开了手机 无数个未接电话 我抹了把眼泪 拨回去 声音谄媚 烟烟 我现在就过来 那头 女人冷冷哼笑 准备来打爆我的头 赶到柳如烟家时 已经是深夜了 她坐在昏暗的客厅里 没有开灯 寒心式的眼眸带着夜色 冷得煞人 茶几上摆着一瓶块见底的酒 你就这么想咆哮我 声音听不出喜怒 我怀疑柳如烟 是因为和一腾成吵架 所以在跟我发疯 有没有机会趁虚而入 我眼睛亮了 露出一个浅浅的笑 怎么会呢 我只是 看你和一腾成眉来眼去 极度地扭曲了 懂吧 我极度地发狂 脑子不好用了 就开始胡言乱语了 柳如烟沉默不说话 我心里气上八下的 正要开口 手上忽然被用力一拽 猝不及防地摔倒在柳如烟怀里 黑暗里窗外 透进来的月色浅淡朦胧 柳如烟的轮廓模糊不清 距离骤然拉近 灼热的气息寸寸落在颈间 那就证明给我看 柳如烟的意思好像是 让我亲她 可她以前明明连手都不让我牵 是我理解错了吧 我试探性凑到她的唇边 轻轻 本以为会被一把推开 没想到柳如烟倒沉得住气 她双臂还着我 不让我有机会逃走 想亲就亲 柳如烟的指尖 慢条丝里擦过我的唇 那双暗沉沉的毛子 情绪翻滚 汹涌的惊人 我整个人快炸了 心脏跳得飞快 飞红从脖子染到耳根 复合后 柳如烟也不知道抽什么疯 到哪儿都得带着我 我跟个挂件似的 每天陪她一起去公司 被她拴着东奔西跑 我说我无聊 她丢给我一落笔砖头 多厚的书让我看 我说我也没那么无聊 柳如烟凉凉凉看我一眼 你有 几天过去 我啃书啃的眼神呆滞 面色发青 目色渐浓 红日腻在低垂的云层里 学到奶了 女人忙完后 慢悠悠走近 我眨了眨沉重的眼皮 麻木回复 野鸟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 捕获微积分 假设毛母发明了混凝土 结合血液循环 烤出来的C语盐才酥脆 否则会增大地面摩擦力 强化关节炎 什么乱七八糟的 算了 先别学了 柳如烟揉了揉眉心 把我低溜起来 她今天穿的很是贵气讲究的女士西装 贴身的设计 完美地展现了 她玲珑有致的身材 显得她恶挪多姿 魅力四爽 挺拔的鼻梁上 还架着腹筋丝眼镜 一副预解范儿 装模作样的混蛋 我按按磨牙 故意上前 几步还住她的腰 垂下头索吻 老婆真好 人家好想亲你 本来是打算恶心她的 这里是她的办公室 光天化日的 没想到柳如烟轻笑一声 一把将我捞在怀里 哎 给你亲 我干巴巴的婉拒 这不太好吧 我甚至能听到走廊外 秘书走来走去的脚步声 柳如烟将我推在办公桌上 掌心的温度 隔着衣服烫得我一颤 是不太好 但架不住你这么热情 她目光暗沉 将我固在怀里 到底是谁热情啊 我咬了咬牙 就不信她还真敢 对我做什么 仰头吻在她的脖子上 后脑勺被摁住 女人喉间呢喃的震动 一点点传到我的心上 脸有点热 好在秘书敲门说 约好的客户到了 柳如烟叹息一声 轻轻捏了捏我的下巴 终于松开我 你玩吧 等我忙完 带你去吃喜欢的那家法国菜 我看着被和尚的门 正愣发神 这人不是看上去斯文败类 他就是斯文败类 没出息 和女人亲个嘴 脸红到脚后跟 系统突然冒出来 则声感叹 你压观察我脚后跟干嘛 有时间先把你那小破网优化了 脸上滚烫的热意还未消退 我又羞又恼 文言很是火大 系统 背对的低眉搭眼 迅速转换话题 但我怎么觉得 柳如烟现在对你有点太好了呀 他不会认真了吧 到时候分不掉怎么办 我抿了抿唇 提醒 你是不是忘了 他还有个白月光竹马呢 系统沉默了会 倒也是 希望他们能多闹回矛盾 让我们苟过这三周吧 心口突然生出一股玉气 我烦闷极了 没等柳如烟 自己走了 完了 一定是女魔看少了 脑子开始不清醒了 我留了个心眼 打开新注册的微博小号开始发疯 女魔滴滴 压力大要疯了 在我多风看月亮 价钱一切好商量 没过多久 有人回我 滴滴 也是个新注册的账号 我没在意 毕竟干这种见不得的事 星号是比较方便 勉强打起精神 我给柳如烟发去消息 老婆 晚上有事 不回来了 柳如烟没理会我 夜蓝人静 终于短暂 逃离柳如烟的我 在月光下狂奔 气喘吁吁跑到别墅后拐角 女魔已经到了 黑色机车停在路边 不远处的阴影里站着个人 身材窈窍 风姿绰约 她懒懒靠着墙 手掌半拢低头点烟 火蛇炽热跳动 次次烧着烟草 灰白色的雾腾空而起 从我这个角度看 朦朦胧胧 看不清她的样貌 我压低声音 冲她招手 帅姐 我来了 车挺酷啊 嗯 她从鼻腔里哼出个字 扭过脸 似笑非笑 浑身的兴奋劲儿 在看清女人的脸时 树然消散 我见鬼式的睁大眼睛 脸色一垮 怎么是你 你很不希望见到我 柳如烟沉着声线 没有 怎么会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 出轨出到自己老婆了 怎么办 狠急在线等 柳如烟按灭烟走近 想看女魔 想兜风 想看月亮 我抬脚就要往回走 突然有点困了 想回家了 纪博答 柳如烟收了笑 长臂一身 捏住我的手腕 记着 你是有女朋友的人 低沉音质的声音 散在凉凉的夜风里 记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敷衍硬了 又有点委屈 明明她心底装着别人 却要管好自己 垮着脸准备回家 柳如烟又叫住我 上车 我心里有气 开始口不择言 两步路就到家了 我还不至于 懒到这点距离还要坐车 柳如烟邪我一眼 不是你想去兜风看月亮吗 不去了 哦 我乖乖上了车 又忍不住咕咧 煮菜没了 吃点点心也好 柳如烟的声音 带了点咬牙切齿 几波答 我赶紧还住她的腰 姐姐的腰真软 好喜欢 柳如烟冷哼一声 夜里风带了似凉意 柳如烟载着我在山间小路上飞驰 她开得又快又稳 快得我心脏狂跳 却又稳得一然不动 柳如烟的声音被风得散开 月亮好看吗 我看着高旋的明月 紧紧咕着她的小蛮腰 笑得明媚 好看 时间眨眼飞逝 还剩最后一天 任务就能完成 这段时间柳如烟对我极好 看着我的眼神炽热又黏糊 她的蚊总是又急又重 炽热缠绵间 唇齿丝磨 直到我被她亲的眼睫失路 浑身发软 才会将我放开 然后磨蹭着我的脸 问上一句 几波答 你是不是离不开我了 亲了我 就要对我负责 恍惚间 我觉得 她好像真的爱上了我 直到柳如烟跟我说 要我今天和她一起去参加 一腾成的会 我才终于清醒过来 今天 5月26 柳如烟的门锁密码 是她的生日 今天带我过去 也不过是她们 play斗气的一环吧 好险 差点脑子发魂 路上 我看着窗外不说话 我眼睛向来很好 今天却做不出高兴的表情 柳如烟捏了捏我的脸颊 又吼 知道你不喜欢一腾成 只是我们两家是试交 还是得给一家个面子 到时候 你如果实在不高兴 就露个面就行了 我露个面回家 剩你们亲亲我我是吧 狗女人 算了 总归是最后一天了 过完今天 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生日宴上 一腾成的眼神 落在柳如烟身上的时候 瞬间亮起 又在看到我的时候 瞬间燃起了火焰 烟姐姐 你到底为了气我 还要和这个人 虚与伪移到什么时候 我错了 我跟你道歉不行吗 今天是我生日 我不想看到这个人 让他滚出去 柳如烟在进来前 特意叮嘱 让我不要和一腾成吵起来 于是我只当野狗在吠叫 面不改色 朝他微微一笑 没想到柳如烟 反倒是沉了脸 一向漫不经心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阴沉和冷力 好了 他们的play要开始了 古早狗血虐文都这么演 而我就是那个 加深男主误会的恶毒男配 我懂 我端着杯酒 退到了一旁的角落 隔着人群远远看向柳如烟 他侧脸凌厉风锐 眼神薄凉冷清 而身旁的一腾成 神采飞扬 两人站在一起 竟然诡异地般配 我别过眼 转身去了没什么人的阳台 快点结束吧 没过多久 突然有人 从身后拥住我 柳如烟的唇贴在我耳边 在想什么 想你啊 月光下的阳台 正对着花园 玫瑰散发着香气 风一吹 字一摇曳 他的吻忽然落在我耳垂上 炽热的气息晕烫着皮肤 我死死咬住唇 才能不发出声音 见他半天都没停下的意思 我求饶道 好多人 我们回家在 柳如烟动作一顿 又在我的脖梗处 轻轻落下一吻 暧昧又缠绵 可他张嘴却问 回哪个家 嗯 吉伯达 你是不是打算跟我分手了 我一愣 浑身发了 难道我的眼睛露出破绽了 我回头望向他 手臂缠上他的腰间 姿态暧昧亲密 你在胡说什么呢 为什么突然提分手 就差一天了 就四个小时 我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柳如烟拥着我的手一顿 今天不行的话 那么 明天 柳如烟的眼眸沉沉 情绪翻涌 月光就着昏暗的灯光 打在他脸上 趁得他面容竟有几分苍白 他好像有点难过 又有点失望 泛着冷的语调 夹杂着点说不上来的哀伤 如果明天的话 也可以 但一定要跟我说 我把选择全给你 他燃起一根烟 烟雾缭绕间 我忽然想起那天 柳如烟带我斗完风回家的时候 上一秒还笑得春风拂面的柳如烟 突然脸了笑 一字一句对我说 几波打 想要什么 告诉我 不要去找别人 也不要突然消失 一根烟燃尽 他却还不肯丢掉 我瞪着眼睛 不可置信地望向柳如烟 心里在疯狂呼唤系统 怎么柳如烟好像知道攻略的事 系统支支吾好久才敢吭声 原来我没猜错 柳如烟真的知道 这个世界迎来过无数的攻略者 有些系统等级太低 当锁定他为目标时 他能感知到系统的存在 第一次 他被我的舔狗演技打动了 心软棒完成任务 没成想 我人设大翻车 任务提交还出现了意外 我抽掉柳如烟指尖 已经烫到手指的烟头 丢到垃圾桶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明天分手吧 好吗 我用恳求的语气说出来 明天过去 他去喜欢他的竹马 我回我的家 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轨道 柳如烟面容的血色 一点点退进 低声讽笑 说了这么多 你还要走 原来从头到尾 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当真 我也不装了 我不走 怎么给你的竹马让位 什么让位 柳如烟敏的唇角 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平时的接触 也只是 看在两家关系上逢场作戏 我瞪眼 你家门锁密码是他的生日 密码是管家设的 我也不知道 觉得没所谓就没换 他走近 攥着我的手腕 表情固执 你现在重新回答我 愿意 留下来吗 没有误会了 表明心计了 但我还是一点一点 掰开柳如烟的手指 柳如烟 我是喜欢你的 但是我不能只喜欢你 我有爱我的家人 有重要的朋友 有我热爱的事业 柳如烟 我不能在这个世界 孤零零地爱你 我看着柳如烟脸色煞白 所以 能不能明天再分手 似是早就想到了这样的结局 柳如烟惨惨然一笑 也好 我们明天分手 那天 我在他面前一点点消失 看着柳如烟的神情 从死寂到慌张 再到最后 近乎疯狂地试图留下我 生死历劫 己伯答 我后悔了 别再让我逮到你 不然我不会再放你走 他看不到我的眼睛里 也有泪花闪动 柳如烟 谢谢你 愿意成全我 我回到了我的世界 没有系统 没有柳如烟 有了猝死的经历后 我把工作的时间减少了些 开始更加珍惜 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一年过去 倒也过得平静幸福 只是有时候望着月亮 总是想起那天山间的风 天上的星 路边的缠鸣 和我那时抱着的人 家人和朋友 看我发生的多了 总说要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我都拒绝了 直到那天 被妈妈哄骗复了夜 我叹息一声 听着妈妈在我耳边念叨 这次这个女生 真的特别优秀 家里是书香门第 自己刚在外留学回来 我眉头耸拉 再优秀 我都不想要 话音未落 耳边忽然响起个熟悉的声音 阿姨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我抬头正正看着那张熟悉的脸 不敢置信的男语 柳如烟 妈妈没开眼笑 试试离开 我去个洗手间 你们聊 柳如烟没搭理我 自顾自坐在我面前 啼壶 慢条斯理的侦查 不是说了 别让我逮到你 我张张嘴 本想问他 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但眼眶发热 伸手轻轻握住他的指尖 开口却是 那就别放手了 柳如烟视角 我本不想帮几伯达完成这个任务 觉得麻烦 但几个月下来 我被几伯达的追求 折腾得受了十斤 觉得再不答应 自己有点危险了 还有就是 有点心疼 攻略自己的那个小田狗 那天 我坐在书房办公 视线时不时透着落地玻璃 落到通往别墅的路上 手机响了 是几伯达发来的消息 老婆早安 我在送餐的路上 我捂着因为等他而饿到抽痛的胃 注视着那轮悬落在西边的红日 陷入了沉默 怎么回 回提前晚安 最后 我放下手机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在天彻底黑下来之前 几伯达的身影终于出现了 他戴着个围巾帽子 车把上挂着餐盒 歪歪扭扭蹬着自行车 睡眼惺忪 还不大清醒 凭可爱的 我弯了弯唇 唇角弧度不自觉柔软 谁知变故突生 他闭眼打个哈欠的功夫 竟然斜冲撞树上了 餐盒散落 几伯达捂着手 坐在地上 委屈的眼圈发红 我扔了钢笔 起身就要下楼 结果刚站起身 就见几伯达扭曲一笑 蹭得突然爬起来 举起自行车 框框砸树 叶子哗啦啦地掉 解气后 他拎起餐盒 不顾躺在地上 零件散落轮子 还在转的自行车 一瘸一拐走过来 隔着大门 温柔地叫管家 你好 我来给我老婆送早 啊 晚餐了 我觉得 几伯达可能是真的很喜欢我 为我吃了很多苦 于是我同意了 只想过完三周 完成任务 让他回家 我也不敢对几伯达太和颜悦色 因为怕对方越陷越深到时候 舍不得回家真的缠上我 我也不是没见过这种例子 很麻烦 结果是我多想了 微博曝光的时候 罪魁祸首早已溜之大吉 四下寂静无声 好了 现在是我被气的话说不出了 原来人家从头到尾都是演的 压根没把我真的放在心上 我冷冷一笑 脑怒中还带了一丝说不出来的烦躁失落 想着一定要好好制止那张胡说八道的嘴 可宴会那晚 听他深情款款甜言蜜语 明知道他这张嘴里没一句实话 我却还是忍不住的窃喜 我被自己的反应有点惊到 终于无法不对自己坦然承认 原来一直动心的是自己 陡然间我生出一个自私卑劣的念头 我想让吉伯达喜欢我 喜欢到愿意为我留在这个世界 有时候我觉得吉伯达 好像真的已经喜欢上自己了 他嘴里那么多好听的话 吻他的时候他也从不抗拒 含羞待怯 他还会因为我吃醋 谁说小骗子 就不会说真话呢 我在等 我知道吉伯达也在等 结果我等来了被抛弃 吉伯达等来了回家 他的选择甚至没有迟疑 人走了 我先是竭力装作无所谓 又开始觉得有点寂寞 后来觉得人生变得百无聊赖 我找到系统 问我能不能换个身份去他的世界 系统说能 不过要拿我这个世界的气韵和生命交换 我答应了 于是我就这样放弃一切 截然一身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装作毫不在意地道 不是说了 别让我再逮到你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多么庆幸这次在遇 全文完